只有到那个境界的人 彼此混心一笑 都没有了 不到那个境界不行 华阴 信其评 有这么一段话 如来 应供 等证就 这是 佛陀的是好 十种称号 所有祝福 是平等的 这十种德号是信德 所以你自信就统统有 信其证法了 不可思议 正法就是大臣 大臣曾拿进来自信的 往来具足的 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所以信其 它不是缘其 缘其不是真的 信其是真的 这个要知道 我们中国老祖宗 给我们讲的这些 能力道德 是先级 它不是缘其 中国传统文化 用一个字来代表 就是孝道 孝文化 从孝里面 延伸出 四颗 就这四样东西 无能 无常 四为八道 它是信息 不是哪一个人 发明的 不是哪个人 设定的 不是的 就好像大自然 春夏秋冬 四季分明 不是人给它订的 大自然 佛法的名词叫 发而如实 这本来就是这样 这信的了 中国老祖宗 也很了不起 告诉我们这四世真相 人心本善 三字经上讲 人之粗心本善 那个善 不是善我的善 善我的善 是相对的 是缘其的 这个善是信其的 信其没有相对的 那换句话说 善我两边都不占 那叫真善 有善有恶 不善了 这个境界就高了 人心本善了 要用 佛法来讲 好懂 慧能大死 谨信了 信是什么样子 你看它描绘的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清净是信的 清净是信息 它信本来是这样 从来没有染过 我们现在的 这个清净的本心 有没有染过 没有 在圣 在佛的位置上 没有加一点 在凡 不减 它也没有减少一点 它是真的 不净不减 不苟不净 它不是在两边 它也不是在中道 中道跟两边 又是对立了 两边不理 中道不存 不可思议 你不能想 你想错了 你不能说 你说也错了 你说不出来的 所以中文大德 有个比喻说 如人饮水 能暖自止 你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你说不出来 只有到那个境界的人 彼此会心一笑 都明了了 不到那个境界 不行了 信其 信其跟缘其不一样 信其正法 大臣是信其 小臣是缘其 大臣里面有没有缘其 有 大臣要分等级 上上臣是信其 那么一般讲 大臣 大臣 中臣 小臣 都是缘其 禅宗很明显 慧能大臣 借淫的 上上个人 那信其 神秀大臣 借淫的是大臣 缘其 所以他还有身世菩提树 心处民间的 人气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啊 啊 你 佛 啊 你 佛 啊 你 佛 4